现在这个OpenStudio要为大家专访到的是三点水设计的创意负责人林环明先生 他要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他这一路走来他的创意跟他的想法 我刚刚就注意到你们在做这些竹子的器具的时候 你们除了运用它竹子的本身的材质它的弹性或者是说它的特质之外 我发现到你们是把竹子本身的我这样讲好了竹子的工艺 你们去做了延伸比方说你们的编织的方式 我看到那个公式包那个系列的商品 他们的编织的方法它的那个呈现方式就跟现有的一般竹编的感觉就非常不一样 那这个在想法上你们是怎么去延伸它 竹编哦 竹编应该是所有的工艺 竹工艺里面最更难被 更难在现代存活下来的一项竹工艺 我个人认为 因为其实我们早期有这可能你们去请客或是去吃喜酒 然后大家就会在那个门口然后拿一个 蟹蓝之类的 蟹蓝或是然后放香烟然后放那个糖果 那个都是竹编做的 对对 可是自从这个塑胶啊这个工业材料被大量的使用之后 像这样子倚靠人工的工艺品就慢慢被淘汰 是 所以其实竹编就慢慢的消失 嗯 那所以可是我们就在想就是 就是我们如何去把这一项工艺保留下来 但是我们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竹编的方法 嗯 所以我们这个公式包用的编法是比较短的竹编 嗯 竹编指的是你用来编这个编织的这个材料 嗯 那所以我们那个编法它特别的有立体感 是 就是它是比较狂野的 然后比较乱编的 对对 因为其实 一个重点是竹编有弹性 对 那这样子有弹性的东西的话 就很适合拿来保护里面的内容物 是 所以当它变成一个公式包的时候 就可以拿来保护你的笔电啊 你的iPad 或者你的一些任何东西都好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你们去学艺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惊喜 是我们不知道的 或者是说在这个学艺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也遭遇过一些什么样的挫折 让你觉得很失落的 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 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们第一年学竹雕 是 然后第二年去学竹编 然后第三年 又去学这个竹家具 那坦白说台湾就四大工艺嘛 就是竹雕竹编跟竹管家具 另外一个是竹基层 那是比较偏工业材料的一个应用 那 可是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学这个部分 就是其实我们在做 因为其实我们 本身并不是工艺家 我们是产品设计师 是 那设计师你在接触一项新的材质前 如果你对这个材质不了解 或对这个工艺不了解 很多的concept 它都是不成立的 有可能太天马行空 或是根本就 违背这一个材质的原理 跟 或是你把它用得太过于放大 或是就很可惜 所以 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 像这样子一个 竹家剧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能是 每个人家里面的回忆 对 但它因为像这样子一个风格 它可能太过于传统 它其实是像这样子一个 竹包管的工艺 就是它是一张 用竹管互相包起来的一项技法 就是 先这边 然后把它包起来之后 这边再包 然后旁边再包 中间上笋 那像这样子一个竹影呢 因为它很难融入 我们当代的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在思考说 把这样子一个竹包管的工艺 把它转一个弯 变成一个3D的一个方式 我们把这样子工艺保留下来 是 变成一个桌灯的一个造型 哦 它把它竹包管的精神保留了 但是呢 用一个设计的诠释的手法 让它可以在现代 再放到一个 比较荡代的一个空间里面 嗯嗯嗯 对 那整个就延伸出去了 对对对 像那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 呃 产品的细节 是 因为如果说我们开发一项产品 它只是有把主管可能折一折 弯一弯 那其实跟工艺家没有什么太大的 对对对 就是 比较偏向于传统的工艺 是 所以像某一些 像一些像可能是它的 灯口配重 嗯嗯 它的末端是用像这样子一个 一个 金属制品 去把它做一个配重的一个调整 是 那包括说像这一些 转折的部分 对 那其实像我们去学这个工艺的部分 我们从包括去挑什么样子的竹材 包括可能是烟熏烫化水煮 嗯哼 不一样竹材的处理的方式 嗯哼 它可能需要 譬如说可能需要防虫啊 嗯 可能需要做进出口啊 所以需要做一些材质上面的一个调整 是 那再来是 您刚刚提到这一个工艺上面 因为其实 呃 主管工艺应该是 全世界非常少数需要 四肢并用的工艺 哦真的 那 我指的四肢是包含你的 你的脚 是要光脚的 那 原因是因为你要光脚把你的主管踩住 嗯哼 才可以去做一个 包括说你要雕管啊 你要去弯啊 你要去把这一些做 像这样子一个工艺的调整 靠脚的力量把它完全固定住 靠你的拇指的脚的把它 嗯 把它调出这样子 所以其实 很多的工艺 就是很多事是你没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去投入去 这一项工艺做一个学习的话 完全不会知道 对在设计上是 是会有落差的 对对对 所以当我们去 即便我们可能比不上工艺家们的 可能十年工 对 或十年工 但 但我们去慢慢地去了解去学习 你就可以对这样子的材质工艺有程度的一个了解 这很深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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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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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不去学习的话也没有办法深入理解这些事情 好特别哦 真的他不说我们也不会知道说 竹子的工艺竟然是四肢并用的 在过去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所以从这些作品这样一路下来 我们知道就是说 你等于是把竹子的可塑性发挥到最大 所以让作品就有了很多样的一个样貌 那从设计品慢慢慢慢扩大 到后来你的作品在国际间已经完全被看见了 我甚至就是今年文博展的预展 你的东西作品也在里面 那慢慢慢慢的 你必须要把它发展成一个品牌了 如果你不让它是一个品牌的话 人家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台湾的设计 台湾的设计师 那对于品牌经营这件事情 你又怎么看的呢 OK 我们这样认为就是 如果你今天到了国外 是 然后如果我们提到陶瓷 我相信全世界想到的会是 景德正 而不是阴哥 对 那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天走到了国外 我们提到玻璃 我们想到的会是维也纳 而不是新竹 那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就是 什么是台湾 那品牌这件事就是什么是一个台湾的icon 因为可能早先 台湾就是代工 然后包括很多的3C 可能像这个华硕 那Pega这一类的 非常棒的3C的产品 但在文化层面呢 就是我们要如何像 譬如说可能像景德正啊 这个玻璃的部分啊 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 到底什么是台湾的文化的品牌 所以我们开始用竹子 去做这一个事情 那其实到了现在 包括说 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其实台湾的因为文化的 跟环境的关系 所以很多事都是跟竹子绑在一起的 对 所以这样子的材质 对我们操作的一个品牌 会有特别的 特别的这个说服力 就是它是来自于台湾 因为其实台湾的族 跟大陆的 跟日本的 越南的有 很大不一样是 它有很强的韧性跟弹性 因为我们的思路 跟这个环境的关系 那所以为什么 其实我们并没有说 从小东西做到大东西 其实包括说 我们今年也有做一些小东西 像我们也有做眼镜盒的部分 对啊 那可是为什么我们到了去年的 开始做一些家具 对 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开始开发一个 自己的现代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定义 叫做科技工艺 因为其实像我们刚提到说 有主管啊 主编啊 或是这一个主雕 那所以我们就去想说 这个绕竹子的部分 就是我们那一张椅子 对 它是用绕的 对 它是慢慢把竹子 一圈一圈绕出来的 对 那其实 这是因为一个竹子的纤维跟韧性 它跟木头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可以像这样子被绕出来 那所以像这样子一个科技工艺呢 我们把它慢慢变成 可以拿来当做一个作具 可是其实以一个品牌的角度而言的话 如果我们只开发一个单品是不够的 所以譬如说当我们开发单品的话 一个凳子就需要其他的家具的配饰 它可能是扶手椅 可能是衣架 可能是编桌 所以慢慢的我们把像这样子一个核心的 所以我们上田水我们自由的一个技术 然后把它应用到我们全新的一套家居的系列产品 所以它其实是我们品牌的一条支线 就是专门操作小家居这一块 就是那像这样子一个方式 它可以很大声地说它是来自 因为其实台湾的主彩的这一个弹性的部分 可以特别的绕得特别紧 特别的漂亮 所以这也是我们把这一个绕圈的 当作是这一两年的一个家具品牌的一个重点 那你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讲 可能你要想一下 就是三点水这个品牌核心 你会怎么说呢 东方的当代工艺设计 它的核心应该是这样操作 就是其实包括说像我们也在做 其实你看我们所有的作品 它都有一点工艺的精神在里面 但它占的比例是 并不是百分之一百 因为其实我们看一个工艺品 它可能就是哇这个手工编得很漂亮 但其实我们的角度是 以工艺为本 然后用科技来发扬 科技跟设计的力量 因为其实我们做的毕竟是当代的工艺产品设计 所以我们每一个精神 我们每一个作品的背后都是 可以说是5050 第一个50它可能是工艺材料 可能是像我们的灯 金属的底座 搭配另外一个50是组织的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爆竹 它用的科技的部分是在于这个能音级管 这个灯它一般是用在比如说 荧幕的背后 这个灯管很细很细很细 所以能音级管 那像我们的这一个这个 这个凳子家具都是用新的技术 所以其实就是50是工业 50工艺 50设计 50工艺 像那个爆竹它本身的那样子的 你们怎么去 就是爆竹其实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想法 怎么样把管 就是竹片或者是说竹管 你们可以把它切割成那样子一个爆开的形式 让它从几根竹管就变成一支 这么漂亮的灯管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意的表现 其实爆竹这一项作品是这个 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 然后参与一个计划叫做E 那E它其实结合很多台湾的这个 非常杰出的设计师跟工艺家 然后做一个媒合 那其实第一点是 一开始我们设计的这个灯具 它其实是想要表现一根主管 然后在空中爆开的感觉 的一个意象 可以感受得到 其实我们在 因为其实竹子是线性的纤维 所以当我们在弯曲 我们今天比较说竹子 如果是水管也好 或是塑料都好 当你做一个像这样子 反向弯曲的话 它的中间是一定会裂开的 这个是力学的原理 特别是这个主要是线性的纤维 所以它会裂开得很严重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思考说 如何让它裂得好看 因为它本来的设计是没有这条裂缝的 我们本来的这一个灯就是一个 可能是反观的组片 然后互相结合在一起 但是我们一直尝试就是 这个缝就是会存在 就是无法把它克服掉 那我们觉得设计的一个特色就是 当你遇到无法克服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设计的方式去解决它 对 所以我们现在头尾钻两个小洞 那这个缝就会刚好裂到 这个洞就会停下来了 对 就是我们利用一个设计的思考 去重新去把这一个材质的缺陷 把它克服掉 其实它也不是缺陷 它是这个材质的特性 那我们就开始去测试 怎么裂才会裂得好看 那怎么样的裂法呢 是很符合我们需要的爆开的感觉 那特别说 像其实它逐件 逐件的结构是用四片的逐片 然后互相去交叠 就是那个日本的这个 判批的逐件 那其实每一个逐片间 它都会有做倒角 不是做R角 像这个黄黄的部分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说我们在P砍的时候 它四片逐片会互相挤压 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倒角的话 它挤压的硬力不能被分散掉 所以说像这样子一个结构 我们把它应用到 我们这个爆竹的边上面 所以它裂开它不只是裂 它要裂得好看 把内外的肉跟皮的颜色把它分开出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逐件跟这个小洞的部分呢 去把这个设计的特色 把它从材质的特性啊 然后设计的切入点啊 包括灯管的选择 那做一个折中跟梅合 成为像这样子的作品 OK 所以就等于是把劣势变成优势 把可能的缺点变成它绝无仅有的特点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想法 好 那从对竹子的了解 到对这个材质的了解 一路这么下来 我想要问的就是 你们现在对竹子的认知 你们对它的深入已经是这么这么的 一个非常深入的程度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们会有新的 想要去开发新的材质 去做什么样新的表现 还是说会继续沿着竹子这一条路线 继续往下走 其实竹这一块 我们是一直都不会停 对 不会停 另外一点是其实 我们除了开发自由的产品 其实我们也接蛮多的设计服务 像许多客户就因为看到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然后找我们做相关的设计 就是开始客制化的设计 像有文具啊 也有灯具啊 也有家具的部分 那所以在 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是 我们想要做的是有一个东方的 属于我们台湾的一个工艺设计的 一个核心的价值 所以我们认为就好像我们刚刚说 当你到了世界的一个国际的观点的时候 什么是来自于台湾 那我们认为这一项是我们可以很大声的说 它是我们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特色 所以这一块我们是不会停 那另外一点是我们从去年 我们也开始去开发了这个玻璃的品项 那其实为什么是玻璃油 它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针对玻璃 而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思考说 我们想要设计一项鱼缸 那为什么是鱼缸 就是说我们在思考说 东方人看鱼 跟西方人看鱼 是什么样子的角度 我发现你是个非常 非常有浪漫想法的人 因为其实 各位去看那些画作 比如说我们去故宫 或者是看那些水墨画 我们每次看到鱼 都会是俯视角 就是都会是 因为其实西方 东方到了很后面 才开始有玻璃的产生 所以那些早期的画作 早期的那些 包括说我们只要看到鱼的作品 都是俯视图 都是可能鱼的背 然后鱼的什么视角 可是西方因为有玻璃 所以他们都是 所以西方人跟东方人 他们在诠释鱼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是东方是鱼的背 然后西方可能是鱼的这一些颜色 鱼的线条 所以我们就是 但是我们想要做一个角度是 如果是用一个比较新的方式去 去看鱼的话 它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们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那后来我们发现 玻璃这个材质 它可以把水 跟鱼三者结合得很好 所以我们开始就是 那特别是 这个玻璃它并不是一般的玻璃膏 它其实坦白说 它很清明 我们用的玻璃是棚玻璃 就是说试管 试管啊 或者是化工原料啊 烧杯的这样子的玻璃 所以它是比较透的 比较清脆的 它跟一般的厚重的玻璃膏 这个很大型的雕塑品 是不一样的触感跟视觉的 是 所以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 现代的 现代的一个 放雨的容器 那同时又可以跟雨产生互动 那可是很多的使用者就觉得 那我要拿来装水 然后容器 我要拿来装花气 这个我们当然觉得 这个想法也很好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 因缘忌讳下 我们开始开发像这样子一个 比较品项 那所以在未来 其实我们也会推出相关的 跟玻璃相关的一个 一个可能是石器 你说的就是 就是树流这一系列的作品 对 那个作品本身 就是在玻璃里面看到 好像水泡的感觉 那用水泡跟水的 折射的这个状况来看到 鱼的表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想法 所以我说你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那好 到最后来 我想要引最后一个问题 想要问一问你 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 你觉得创意跟生活 这两个不同的东西 怎么拉到一起来 你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 基本上创意跟生活 是不能够被分开的 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家里 都有这个竹子的椅子 但我相信 很少人去注意到说 原来它的工艺是包管工艺 原来它需要四肢去并用 原来它可以被 这样子的工艺是有很长久的一个历史的 是因为我们文化跟地理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很常去观察一些 生活周边的物件 那可能就是一个可以被放大 可以被放在国际的一个亮点 所以我认为两者是不能够 不能够被切开 对 好 那就是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 Open Studio接受专访 谢谢 谢谢